今天接着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艾米斯菲尔的葡萄酒庄 艾米斯菲尔的葡萄酒庄成立于1988年 是一个位于奥塔哥中区 专门酿造黑比诺和水果芳香白葡萄酒的公司 这些好酒是他们利用自家庄园 在比萨山下克伦威尔盆地所种植的葡萄所酿造 艾米斯菲尔的葡萄酒庄占地约200公顷 是奥塔哥地区最大的葡萄酒庄园之一 目前超过80公顷的面积 种植的大多是10年以上的藤蔓 艾米斯菲尔的葡萄酒庄反映了公司葡萄的种植 和葡萄酒酿造的理念 不但在网站上强调最真实的表达 更把酿酒过程会遇到的阻碍降到最低 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果达到最好的蠢度 来提升葡萄酒的主感 艾米斯菲尔的葡萄酒庄 每年具有2万到3万箱的葡萄酒生含量 相较于其他品种 魏皮诺和雷斯利云占产量的60%以上 这些好酒被放在艾米斯菲尔的 胡海斯酒校玻璃柜里陈列产出 这里每年都会有超过5万名 新西兰和国际游客 来品尝各式各样的葡萄酒 艾米斯菲尔的葡萄酒庄 是新西兰葡萄组织社协会认可的忠诚会员 并致力于质量管理体系 和永续性环境的葡萄种植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